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收看熱點快報 我是美玲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近日大陸高校抗議示威活動頻發 12月12日晚間 南京伊克大學專社研究生積極抗議 要求得到公正待遇 高呼同工同仇 怨反即反 同日晚間 庫民伊克大學學生也抗議示威喊口號 提出了同工同仇 提供防疫裝備等訴求 12月12日 李老師不是你老師推視頻表示 當晚 位於南京的江蘇人民醫院專社研究生 為求公正待遇和合理的政策聚集表態 目前的情況是 醫院領導來到了現場 但沒有做出妥協讓步 視頻中 這些專社研究生積極抗議 高呼同工同仇 怨反即反 後續的情況是 南京伊克大學和江蘇省人民醫院拒絕讓步 今日繼續上班 他們選擇將集體問題個人化 統計在港人數 對疫情下的歸賠政策和勞動酬勞毫不讓步 內容中 附有南京伊克大學研究生院的通知稱 同工同仇 是歷史遺留問題 有網友回覆指 社會上朝大白時 拉去培訓兩天 發個採集證 就一天五百八百的發工資 真正的本社聯讀的醫學院學生 直接推到了一線 工資就給一千 換誰誰都覺得不公平 這個時候就不抄美國的作業了 2020年3月 美國爆發時 大多醫學快畢業的學生走上了抗議前線 然後各種優惠政策 外國人也可以拿綠卡 該給錢就給錢 承認為實際工作經歷 提前畢業等等 2月13日 李老師再發視頻表示 12月12日晚間 昆明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門診北樓學生抗議示威 要求同工同仇和離校返鄉 現場發生肢體衝突 幾名老師控制一名研究生 還搶奪其手機 截至到目前為止 學校和醫院沒有答覆 視頻中可見有四五個人抓住一個學生 有人喊打人了 大逼人員聚集高喊口號 合理訴求 同意返鄉 同工同仇 拒絕威脅 有帖文稱 昆明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口罩等防護裝備不給學生 學生生病症狀嚴重 不給開藥 讓自行解決 只給一天假 以後還要補回來 還以歸陪結業考核不合格威脅 學校領導進回應視頻中被鎖喉的是社會人員 但我的同學證實了被鎖喉的是他的師兄 也是一名學生 這次訴求主要是同工同仇 提供防護裝備以及生病後可以請假 及感染陽性後的保障 而且不以歸陪證等威脅 如果不能滿足 就讓我們離校返鄉 有網友評述說 這些要求過分嗎?一點都不過分 但醫院學校封學生們的壓迫剝削長久而殘酷 所以學生們被迫的只能這麼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了 醫學生同工同仇 同待遇的訴求符合正義 病了也不能請假 什麼地獄到? 他們把學生當成了灰色牲口來對待了 醫學生不去經濟醫術 而是一個個去防疫了 我想以後 沒有醫術的醫生護士會有越來越多 12月12日 李老師不是你老師 發視頻表示 福州大學因為針對返鄉的方案 張令西改 導致今晚學生們聚集在三區操場上抗議 視頻中 現場聚集大量學生 疑似有領導到場 也有帖子指出 福州大學遣返消息招令西改 疫情期間無視學生的訴求 管理層上下不統一 言行不一致 看不到成仙上萬學生的憤怒 不願承認自己的錯誤 後續有福建省教育廳辦公室文件稱 高校要儘快調整清末教學和考試安排 儘快安排學生離校返鄉 有醫院的學生最遲可以12月16日離校 有網友回覆說 高考已經不容易了 考上大學還是沒人權 白紙讓他們學會了 暗鬧分配 又自稱該校的網友說 西令西改 我是這個學校的 據說是關了疫情防控和教學的 沒有統一意見 有網友統計表示 北京時間11日晚間 大陸有8所大學或機構發生了聚集抗議活動 涉及了7省8市 包括江蘇徐州市 南京市 廣西南寧市 江西南昌市 四川成都市 重慶市 雲南昆明市 福建福州市 中共在民院沸騰的白紙運動以後 鬆綁了防疫政策 但各大藥房 短缺退燒藥等醫藥品 大量民眾只能去醫院門診就醫 據社交平臺日前傳出的視頻顯示 北京 瀋陽等大城市的醫院門前排起了長龍 人滿為患 中共鬆綁防疫以後 當局連日來通報新增染疫者持續下降 依據官方的數據顯示 北京疫情堪稱穩定 然而實際情況是 當地醫院因湧入太多病患而缺藥停診 發生門診 被擠爆 連兒童醫院也是人山人海 醫療系統瀕臨崩潰 根據報導 北京急救中心已經緊急呼籲 輕症無症狀的民眾別再打120急救熱線電話 推特日前推出多張北京醫院急爆 看醫人潮排隊的照片和視頻 推文並稱 北京疫情大爆發 醫療系統接近崩潰 抗原自色養性 不上報 不轉運 要自己去醫院的發熱門診排隊 醫院成批防疫人員 醫生被感染 開始重演2020年國外的情形 根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指出 北京急救中心稱 每日報案電話高達3萬多通 多數為輕症或無症狀患者致電詢問 這已經超過了急救中心的負荷量 而且因為電話遭到戰線 嚴重排擠到重症 危症病人等需求 北京各大醫院的發生門診 影響看病人數過多 後診時間高達6個小時 還有的人從白天等到晚上都沒有看到病 根據推特近日傳出的影片顯示 瀋陽聖經醫院人山人海 大批民眾排隊在醫院外面走道於廣場 現場人滿為患 疑似朝醫院門口方向前進 許多網友看到PO文後紛紛表達不同想法 有人說北方已經爆發了 天冷加空氣霧霾 病毒不擴散 感染就是一片一片的 隊伍排成這樣 去醫院的意義也不大了 誒 祈禱不要重症 在醫院的朋友告訴我 只要進醫院 甭管您體格怎麼樣 避陽 還有人直呼 這是什麼大超市 據報 北京COVID-19疫情快速蔓延中 12月11日全市發燒門診就診患者2.2萬人次 是一週前的16倍 綜合人民網等官媒12月13日報導表示 北京昨天的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 北京市衛健委副主任李昂稱 全市在院診斷COVID-19感染者數量以及核酸檢測數量均呈下降趨勢 但是發燒門診就診量和流感樣病例數明顯攀升 120急救呼叫量急劇增長 11日全市發燒門診就診患者2.2萬人次 是一週前的16倍 120急救電話打入量急劇增加 9日達到了高峰 24小時打入量3.1萬人次 達到了常態時的6倍 其中有8成是諮詢和重複撥打 咬車電話約佔兩成 咬車電話中 涉疫人員 非急危重症轉運需求持續升高 為了因應這種情況 北京急救中心已經擴容120調度指揮系統 報導指出 從病毒傳播的速度和波及的範圍上看 當前北京市疫情快速擴散 蔓延的趨勢仍然存在 大陸COVID-19疫情升溫 上海市掀起布洛芬 乙西安基芬等退燒與陣痛藥搶購潮 據報上海市多家藥房布洛芬 乙西安基芬等用於解熱陣痛效用的藥品搶購一空 貨源吃緊也難補到貨 中央社引述一家連鎖藥房負責人的報導稱 布洛芬 乙西安基芬都沒有貨了 現在根本買不到 廠家產製速度跟不上 就算公司有配貨 來貨量也是個位數 貨源供應吃緊 想訂也訂不到 大家都在搶這兩款藥品 他說 蓮花清溫更是完全買不到了 因為全國只有一個廠家產 生產來不及 預計可能要再等一個多月左右 顧貨較能趨於正常 只要把這段時間度過去就好 大家都在搶的時候 貨肯定是不夠的 他說 現在有些無症狀感染者被拉到了房桑醫院 也沒有給藥 提供三餐外 就是等待轉為陰性 除非真有些症狀 才會對症給藥 疏解症狀 真正被感染也不是那麼可怕的 國家不管你了呀 增強自身免疫力才是真的 另一家藥房負責人說 布洛芬 乙西安基芬和蓮花清溫早就叫不到貨了 最近來問的人很多 不是我們不進貨 而是貨都搶光了 沒有貨可進 大陸防疫鬆綁以後 染疫人數暴增 民眾瘋搶N95口罩 以致屍體及網路店面的販售經常缺貨 價格也是水漲船高 約是防疫鬆綁前的1.5到3.5倍不等 中國大陸防疫專家張文宏表示 近一段時間 子女返鄉探望家裡的老人要戴上N95口罩 並且 這一個月的時間 老人不要去廣場跳舞以及打麻將等 中國媒體《近面新聞》引述張文宏的報導表示 一眼務必重點關注80歲以上的老年病患 儘可能幫助高齡長者安全度過高峰期 並且建議子女回家 看望家族長輩要戴上N95口罩 中共當局在各地爆發反封控的白紙運動抗爭以後 宣布防疫措施新失調 大幅放寬防疫規範 但香港大學生物醫學院教授金東燕說 突然放寬防疫措施不是準備的很好 何況時至冬季 可能會出現海嘯式爆發 好的 以上是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分享和點讚 我們明天再會 國家速度會在前往下 一點點讚 Osen旅公цен 還有按理ons saturation 魔蝙子羽的話但新立 勞腫健康鹹棒 Case 2H年 都給忙著吃幾下羅幡 開設市場成功 。 اخل門票 axis